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日本電壓局本 我們現在2023年他要選總統 日本局本下的是1996年 台灣這個地方 頭一邊選總統的故事 但這陣子我們總統不用選 因為不用選他自己就定了 像習近平、普丁有的沒有啦 他們都選民主 就是你民主這樣 但現在 現在少年小孩我也覺得很開心 就是說 他現在少年小孩都會 會請總統來 跟他開槓 跟他面對面問一些事情 其實這也沒什麼遺憾 在這本社的政政總統 你不用請他自己也會來 他自己來告辭 他每天給你看 又不然站在大門口裡給你告 你不就知道這本教本的名字 你要知道這本教本的名字嗎 對 這本教本的叫做借我玩一下 主委齁 是為什麼要叫做借我玩一下 他叫家庭人的時候 孫總統的時候 是做好選人 在我看 這些孝酸人 如果沒辦法做那個正常的國家論述的時候 我來看 他的意思就是好像借我玩一下 是這個最好 現在也證明了 現在沒有政党邊一個指定好像很好選的 總統也借我玩一下 是不是這樣 特別是無幾天情 有一個孝酸人還說那句話 就玩他一把 是不是這樣 我想要說這句話就是 二公二三年要再選總統 我一九九六年選這個局部 我只好想要說這句話 不要再給台灣靠 是一個候選人 某些人沒出席 人格扭曲 邁清德 坦率 比較不會演戲 讓我們就來歡迎我們今年經貿場的最佳南北角 愛台灣這片土地 重要的南北角得住 陳沐毅 各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那個 當勞去撐木居 你們現在精華國中後面的新鮮南路是 早前我小時候是一條準高 原來那個大安森林公園有一些插帽子 搭起來就是那個 國民黨那時候帶來 阿彬高雲在那裡去的房子 大家都住在那裡 到現在滾了十年前的事情 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是 日本電壓局本 我們現在兩千二十三年他要選總統 日本局本下的是 1996年 台灣這個地方 第一次選總統的故事 但這個陣情 我們總統不必選 因為不必選他自己就定了 因為那些人像習近平、普京都沒有 他們都是平民主 就是你平我主 但現在 現在年輕人 我也覺得很開心 就是說 因為現在年輕人都會 會請總統來 跟他開港 跟他面對面問一些事情 其實這也沒什麼遺憾 在這本城的陣情 總統 你不用請他自己也會來 他自己來 他自己來教學 自己的上品課 每天給你看 不然站在座門口 自己課 你要知道 日本局本下的名字嗎 你要知道 日本局本下的名字嗎 日本局本下的名字嗎 日本局本下的 借我玩一下 主人齁 是為什麼要說 借我玩一下 他叫共同人 像孫總統的時候 是做好酸民 在我你看 這些好酸民 如果沒有辦法做 那個正常的國家的論述的時候 我來看 他的意思就是 好像借我玩一下 是這個上午 現在也證明了 現在沒有正上邊 一個市長好像很好選 總統也借我玩一下 是不是這樣 在北市 沒有幾天爭 有一個好酸民 還說那句話 就玩他一把 是不是這樣 我講起來這很痛 是給我這個名字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就玩一下實際 是很辛苦的事情 這個故事 是什麼 幾個年輕人 在總統選起的時候 都去判斷 剛才是今天 這個故事什麼 是十二月二十 差不多這時候 這幾個年輕人 十二月二十 什麼日子 聖誕夜 十二月二十 沒有啦 這幾個年輕人 十二月二十 都行憲紀念日 所以說 這幾個年輕人 十二月二十 要去判斷的時候 他要玩一個透霉 那幾個年輕人 就要去判斷 要去判斷 要去判斷 喊口號 結果 我這幾個年輕人 他們知道這個國家要去判斷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要去判斷 這兩天 就一個小孩都要死去 啊 你 那個 總統府上的廣場 那一輩子 那一輩子 就狗狗欠一日 我竟然要去判斷 老實說 我不知道欠哪一日 我想要說這幾個 就是 二公二三年 要再選總統 我一九九六年 選這個局 我覺得很想 很想要說這幾個 不要再給台灣靠 謝謝 美麗又年輕的主持人 你們是未來 我們台灣的力量 這幾天 大家在辯論 也在說自己是豬狼 大家知道 民主社會 人民就是豬狼 大家就是台灣的主人 我今天很抱歉 以前 也沒什麼說疫情的事情 這幾天 還有人在說疫情的事情 我今天特別來這裡 要把各位 台灣的主人 申冤 請這樣做一個公道 這樣好不好 有 這幾天 他們在說 疫情的時間 我們做得很壞 給我們萬惡不適的感覺 但是台灣真的是這樣 難道我們政府 沒有給大家 帶來一點安全的感覺嗎 有 有 他們說 保存 這 要怎麼說 不管怎麼說得都 氣得都不會說 是 他們是說保存 他們就說我們是封存 對 到現在跟你說封存三十年 這個事情 我必須跟大家講 其實已經說了很多次 但是 還有人聽不到 有的人說 裝睡的人叫不行 但我必須跟你說 任何的案件裡面 這些公文是最重要的證據 如果我們有任何的不妨 任何的私心 早就把這個公文消毀掉 我們要保存三十年 是對我們自己行政上面 我們有信心 三十年你都可以來查 他說封存 這意思說不要給人看 沒有 這些公文都是可以被公開的 三十年都可以被查的 所以第一個不要再被他們講說 封存來騙 我們是保存 把它保存好 隨時都可以來查 啊 第一 他說我們口罩也欠 山缺啦 口罩也欠 疫苗也欠 快速也欠 我相信 所有的這些物資 在疫情開始的時候 都欠 不是台灣欠 全世界都欠 但是什麼人可以快速處理這些問題 我還記得 那時候在過新年的時候 我跟經濟部 大家拚不拚這 怎麼把口罩用好起來 從二月初 我們做口罩實名制 也很多人幫忙 我跟我們的鑰匙公會 理事長 金順也在這裡 那時候 那時候 他就來拚起來了 啊 大家又不知道 我跟他們拚口罩 醫藥 大家就說 噢 剛才拚口罩啊 是怎麼買口罩 爛好康的 大家知道那時候 要叫人拚 沒有人敢來拚人 那時候不太夠 有書大家拚苦 一包一包一包 第二天號碼牌在那裡拚 拿不到的人 聽到很多無緣 但是有書 還是把他拚下來 我們一個多月 把口罩問題處理掉了 那些老闆們 和經濟部的領導之下 老闆親族 都要做機器 把口罩做得好 國軍來倒包 這樣可以讓兩個瓦位 兩個位周遊 我們從一天 一百六十萬 一百八十萬的產能 到了兩千一百萬的產能 大家都拿得到啦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可以快速 我們就可以快速 我們可以做台灣Can Help 我們可以做口罩 做口罩的外交 和好朋友來共享 台灣這樣一個口罩的成果 然後他們現在說 我們的口罩不夠 你把當初在努力 在拚命這些做的人 都做什麼 疫苗也不夠 我也相信 疫苗一開始也不夠 但是 靠著我們以前的口罩 大家的高朋友 日本很快 六月五號 疫苗一百二十幾萬劑的一百 過年 美國 在六月底 兩百多萬劑的 中共這個國家 送我們很多的疫苗 我們大家互相合作 解決我們的困難 美國 美國最早講 美國 美國 前一年 在2020 2020 底 到2021的初 就開始打 我們到2021年的底 我們台灣 打了全世界前三名的多 我們打到百分之九十四的第一劑 百分之八十九的第二劑 更重要 我們雖然比美國晚了一年 但是我們的超額死亡 我們是全世界唯一五個 是富的國家 換句話說 在那一年 雖然疫苗 大家在努力打 大家分擔了 但是呢 我們的死亡 並沒有比較多 我們還是富的 全世界 只有五個國家是富的 疫苗打得被我們少的國家 他們的超額死亡都還非常高 那一年全世界 因為疫情的關係 死了大概四百多萬人 臺灣當然也有死亡 我們心很痛 沒有辦法救到每一個人 我們死了八百五十 可是你要知道四百多萬人 跟臺灣的八百五十萬 怎麼要他比 難道我們政府沒有努力嗎 難道大家沒有為了疫情 受苦大家一起把疫情搜下來嗎 敢不 我要跟大家喊冤 我說豬郎啊 冤枉喔 你要叫他公道啦 是不是這樣 我說 也給我一個江湖贖罪的機會 我選舉 今天很多人說 這樣靠幾十天 沒頭銀幾十天 我說 畫悲憤為力量 今年我沒在家選不住 那是地方的選舉 但是過來是總統的選舉 是台灣的未來的選舉 我們大家應該要畫悲憤為力量 還我一個公道 投二號賴清德 這樣好不好 好 立委八十全上 好 好 民主進步黨 六號 拜託大家 台北贏 台灣就贏 我們就贏了 我們可以把台灣枯好條 用選票赴台灣 拜託大家 這樣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